你好,财经铁路 一个好爱来的 是,好爱好爱 因为,因为其实呢 讲了疫症就没有view的嘛 我现在有两条片就是 是啊,没有型的都没有了 view可能有,但是我们 当是给一些 优惑,就是给一些 小礼物给大家啦 因为这两条片呢 就是有一些人 有一些朋友就在外国 亲身呢就去 拍摄出来的,在机场里 这些是机场里的嘛 是啊,这个朋友呢 是中国人来的,但是他在欧洲住的 那 其实呢,他这个人就很有趣的 有空走过,哪里的风景漂亮就拍的 那就是一个星期前 那我看完之后呢 那我给何志刚看 就知道呢,欧洲一定出事 一个星期前 原来都差点了 是啊,那他基本上很简单 他作为一个普通的 就是 Traveling的 去那里公干旅行的 那他第一件事就是 在法国大高乐机场 嗯,明白 就是大高乐机场 是啊,巴黎那个叫大高乐机场 那他就 出了去之后 就上火车去City里面 就搭火车去其他城市 那他呢 就在那个机场 去搭火车去城市那里 就拍了一个很短的片 那跟着呢,就进去 城市里面 那你就知道呢,巴黎有个很大的火车站的 那在火车站那里又拍了一个片 啊,那 那他见到这样的环境呢 他是不敢戴口罩 我告诉你 他是不敢戴口罩 因为他是中国人 真的有几宗被人打的 是啊 戴口罩有些华人被人打的 就是trigger了些人的恐慌 他觉得你是不是有病 你是不是带了病菌 到处走,其实他们是没有脑的 你有发烧有事的 政府已经夹了你了 不应该到处走 但是他见到你戴口罩就有礼物 你说你是戴菌者,周家恒 就被人乱打 有些阿拉伯裔那些 没有学会的,黑人那些 我不是踩他们的种族 而是社会对这些种族的教育 可能教得少些 那他们过来就打了 是啊 他们不敢 大家看看这个片段的情况 我先播一下 是 刚才那部片大家看到 应该是机场里面的 是 估计一下 基本上就是 完全没有人 戴口罩 现在我们给大家看第二部片 这里也不是很长 只有八秒左右 我给你看 这个是火车站 这个重复了 只有八秒而已 两部片里面 你看到火车站 和他们的机场 真的 全是没有人戴口罩的 一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前 法国好像都有成 一二八个案子 好似 所以西班牙好像近二千 那其实看来 他们西方人呢 可能因为 口罩的生产基地 在中国 所以中国这边乱 可能就少了出口 他们没有货 就变成政府官员 就没有叫他们戴口罩 还有 我知道 欧洲人呢 其实很多人 都不是说 那么多钱的 他们的荷包是紧的 那如果 你说要他买个很漂亮的口罩 是一个贵的价钱 他们不可能 买的 那不同香港人 香港人炒到最贵的时候 500元 我想他一定不会买 那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是 不用想了 他们那边一定 一定大获的 因为他们 事实上 政府有些私心 也都可能是 就是可能社会 把很多工业 扔掉到东亚 自己就没有了 一些后备产能 那些东西 就变成了他们一有事 就很慌 直接就骗人民了 就说 喂 你不戴口罩都OK的 那这样 就变成了 事情就大事了很多 就是 因为香港人呢 就是试过沙士 或者大陆有些 大陆的沙士主要是 港州和北京 那样 那其实已经有个演习了 那就知道 一扑街就立刻抢口罩了 那不管 就为了命 就死都要戴 那样 香港人就训练了 但是他们呢 就变成了 没有经历过 那些官员呢 就不教他们 戴口罩 那甚至他们 以为就是 戴口罩 那么重要 什么 其实很多 很多这些信息呢 甚至有人 恶意去block 你说的民主啊 自由啊 又说什么 怎么超越啊 怎么信息自由啊 其实不是啊 不是啊 是 就是可能 为了某些财团 控制了社交媒体 或者舆论 他们就不让民众 知道那么多 你以为 那个独裁社会 在大陆 它就高度透明 个个都在这儿 有口罩 甚至就是说 喂 全城统控 然后 总之就 尽量做到 口罩不准炒 那样 你说 独裁的国家呢 反而就是 尽量满足你人民需要 爱民如子啊 是 但是在西方 它是 资本主义 那他甚至 那些财团 控制了一些 舆论的时候呢 叫人不要戴口罩啊 那他们先去收集 到你 死得人多了 那他就卖了 就是 这些 我就觉得 资本主义 本质呢 这种贪婪呢 是 是导致于这个问题 很恶化 就是 这个是说回事实 不是说 纯宣传理念 因为 你一个星期前 没人戴口罩 当然惹到爆了 是 是 好 那我来到这里了 先到这里了 拜拜